影視曲 影視級流行音樂產業曲 流行音樂財餐曲 算了算了算了 大家知道就好了 意思才慢點多 文化部的有 單進部的有 對啦 對啦 謝謝大家這麼支持我們 謝謝學的電影人 也請大家繼續的進電影院 支持正在熱映中的變聲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先回後台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會最後有個 大合照跟聖火點燃的儀式 請各位美女朋友留到最後 緊接著我們要看下一部 這個名字就充滿了朝氣 而且是真實故事改編的 拔河隊的故事 來 請看 志氣 相當不容易 來 導演先跟大家問好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我是張柏睿 導演好 來 優優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郭舒雅 今天是來發紅包 每一組都惡出其招 這是什麼狀況 我們的周邊商品 對 因為是在小年夜上 1月8號 所以就做了紅包 小年夜這麼好的日子 我們就要這種熱情熱血的故事 來激勵人心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今天要送給媒體朋友的嗎 是的 要客氣就去發 來 瑤瑤先下去 趕快也很強 我先下去發嗎 今天八組人搶板面很難 你知道嗎 小心 記得先跌倒 來 對 趕快發一下 讓我們攝影大哥過個好年 唉唷 快點快點 喔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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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邊商品 謝謝瑤瑤 謝謝導演 後面的五組自己看得辦 哇塞 這壓力很大 要怎麼樣能夠得到這個 所有媒體朋友的青睞 好 謝謝瑤瑤 好 謝謝導演 好 你就塞給他 他就會拿了 一塗下去 好 謝謝 謝謝 對對對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瑤瑤 導演好可愛 導演剛剛也跟著下去 其實你不用下去沒關係啊 我們可以聊點正經聲 導演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台灣每一個角落 從南到北 從東到西 都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是 那麼為什麼您這次選擇的是 緊美女眾把河隊的故事 來做一個題材 因為從2010年 我們在媒體上 而知緊美女眾 他們代表我們台灣 拿到世界冠軍 那這一群女孩子呢 真的是克勤克勤 非常的樂天之命 那他們的情操 他們的志氣 甚至都打動到了 那拔河這個運動 其實在國內 並不是那麼受重視 那拔河是一個最誠實的運動 他所有的努力 都是同學 留學 留漢 然後去換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一個題材 在我們國內現在的氛圍 很需要這樣立即一個正向的力量 所以我決定把他們的故事 開成志氣 是太棒了 那當然更重要的是 我們台灣的藝人 其實我們真的好多好多 現在的藝人的陣容好堅強 您怎麼會想到說 要找瑤瑤 我們大家平常看到她就是可愛啦 女神啦 您卻選她來做一個這麼辛苦的角色 拔河隊員 對 會選到瑤瑤是 其實我們知道瑤瑤 她有一種非常堅毅的特質 好 那她很符合我們故事當中的 翠瑀這個角色 是 就是 克勤克勤 然後我們知道瑤瑤 其實她剛速到現在 給人家的印象相當的刻板 可是瑤瑤非常的努力 她不管是在唱歌跳舞 各方面 她都是非常的努力 即便是受到質疑 她也不放棄 是 這種不放棄的精神 很符合我們故事翠瑤的角色 是 一般講到這裡 女演員都要落兩滴眼淚 搶一下 欸 沒哭啊 沒哭 這麼堅強 是咧 這個純英的角色 有存夠有贏 有存夠有 這個名字給我很好 來 瑤瑤 怎麼樣 參演這個拔河隊 很辛苦吧 非常辛苦 說不辛苦是騙人的 是 是 肯定的 那要使勁的拉 而且就是 渾身是想要 但是我相信 每一個工作都很辛苦 但是我希望就是 可以讓大家看到 就是 台灣有一群女孩子 他們真的 默默在為 拔河這項工作努力 是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 給他們最多的鼓勵 希望大家都可以 給所有的運動員 不只拔河隊的 甚至別的運動 因為我的運動員 真的很辛苦 就希望大家可以 給他們多一份 鼓勵跟支持 是 沒錯 不過演拔河呢 特別特別傷的就是 您的御守啊 是 我們到那個天后偶像 那個手要一定要很嫩 不然那個簽唱會的時候 一握手歌迷會傻眼 會嚇到 所以您的手有因此 呃有 之前就是都是剪 然後破脾氣水泡 甚至連腰跟肺都還有巴在 是是是 對對對 但是就是真的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 是 為了一個要真實呈現 拔河隊那種精神 怎麼樣累都要努力付出啦 沒錯 對不對 然後最後還有什麼要提醒我們的 關於即將上映的志氣 呃 這次 這一部志氣 它非常的呃 呃 真誠 那希望大家 它是很一部 非常符合 新春的時候 呃 河家 觀賞的影片 是 希望大家 呃 走出企業的時候 都可以志氣滿滿 就像我們裡面的核心價值 認分不認命 自己的未來 自己拼 志氣 哇 曹影 真的好專業 這講話有條有理 來 瑤瑤 有沒有什麼要跟大家再宣傳一下 妳的志氣 再宣傳一下嗎 那就是希望大家2月8號的時候 可以把妳的那個紅包錢 拿到紅包之後 就趕快進市院來支持志氣這部片 是 對 然後希望可以給大家就是滿滿的志氣 然後讓大家 看完之後會覺得能量滿滿的 是 太棒了 既然瑤瑤都來了 馬上帶來一首愛的抱抱 來鼓勵一下大家 對 還真的來 你怎麼沒有跟著跳 奇怪耶 對 開玩笑 真正的演員的身分 比歌手又更加不容易 恭喜瑤瑤華麗變身 也祝福導演電影大賣 謝謝 謝謝二位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請後來休息一下 謝謝 馬上我們來看下一部電影到底 我們歡迎導演 盧金城帶隊 包括了有高雷亞 梁修生大哥 林瑋銘 司徒影雙 季星雲 王明書 蕭聖傑 還有個出品人 以及製片 有這麼多嗎 我好像念得比上台的人多奇怪 來 我們往這邊站一點 往這邊站一點 來來來來 導演導演請先跟大家問聲好 來來來來 請請請 大家好 我是盧金城 希望大家過年可以到底的看 到底的 謝謝 是 歡迎導演 啊 梁修生大哥還沒到是不是 本來說他會來嘛 對不對 是是 欸 你們你看我 我看你 現在是 對 我成笑了 好 來 我們請導演再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整個劇組好不好 因為實在太多人了 有幾個我認識 林輝銘我認識啦 星空的弟弟 你好 謝謝 這是我們的製片師 是 梅大哥 徐欣彪先生 是 這是我們的監製 是 是 孫國騎士先生 歡迎 孫先生 這是我們的哥哥 是 灰銘 這是我們的軍官 蕭軍官吧 蕭聖傑大家好 歡迎蕭聖傑 帥哥 對呀 給我們介紹吧 好 高雷亞 這是我們的大姐 芬芬 大家好 我是師傅雨霜 謝謝 好 這是我們的小可愛 亮亮 亮亮 大家好 我叫亮亮 亮亮明和 我叫王雨淑 謝謝大家 喔 你好陰森喔 這是我們的大姐 潘潘 大家好 我是孫心 潘潘 好 歡迎 好 導演 來 導演劉布劉布 其實這個故事 我們可以延伸到過去兩年 大家很熟悉的兩部電影 台灣人情系列 也就是雞排英雄跟陣頭 講到這兩部大家就很興奮 因為都是大賣的 而且是非常在地化的題材 所以您現在是台灣人情三部曲第三部 那這故事一定也是跟我們在地很有關係 對不對 導演 那我這部分很榮幸能夠拍這個 台灣人情系列三部曲第三部 到底咧 那台灣人情系列它有一個淵源 那我可以請我們監製 好好好 請請監製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OK 其實台灣人情系列呢 我們只是在台灣找很多角落的文化 然後呢 透過大一部的呈現 把所有台灣的角落的文化 然後傳遞到台灣每一個角落 那就是我們要做的 那其實到底連這部電影 我們以前做的電影 都是比較屬於 閩南語色系比較重一點的 那我們這一次選的這個題材 是在眷村裡面 那同時呢 我們除了讓它有閩南語的元素之外 我們加了很多外省人 甚至我們有原住民 我們甚至還有客家人 在裡面 我們其實要講的是 關乎於一個族群融合的電影 其實我們要說其實只是說 在台灣呢 來自不同出生背景的人 其實縱使草草鬧鬧 都可以很融洽的生活在一起 那就是到底所要傳遞的元素 Yes 太棒了 對對對 在這塊土地上 有好多好多的朋友 大家都在同一個地方生長 所以我們如何族群融合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支片也有話要說嗎 沒有 請大家2月8號到全省的戲院 看到底 謝謝 是 水啦 來 輝民跟大家講幾句話 也是我們台灣未來不可多得的小生 來 大家好 我是林輝民 然後我在到底演員裡面 飾演的是 亮亮的哥哥 叫做劉國良 然後在拍戲的時候 這部電影是一個 有哭有笑 然後就是非常 有歡樂 然後也有很多情緒的戲 有哭有笑就代表有歡樂 我只是想比較 知道